因为我从小到大不敢做什么测验 他告诉我说你就是一个很难共感的人 那但然后怎么办 我得共感我老婆 婚姻就破裂了 我觉得在这个测验里面会比较是 他会继续延伸很多人生不同的可能 所以他最终不是一个定型的结果 你就是一个什么什么这样结束据点 再老实说我想问 如果我重测 我排序会不会有可能变 从一个个人的经验来跟你谈认 他有重测过 而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到 就是当你知道 你预知我要是什么 1 2 3 欢迎大家来到优势好好玩 多好玩呢 让我们就接下来一起来讨论 一起来聊一聊 我是思思 然后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这个 Asia for Jesus的童工 一宝妈 同时也是一个 鞋干歌手 我觉得这个优势这个节目可以来聊一聊 为什么我一个人可以做这么多事 为什么那么想做这么多事 其实跟我的优势很有关系 好来大家介绍一下 我是小薇 你想说说要比招那个 S级宝妈 一时之间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也是可以升高比招 这跟我的优势有关系 在各别部分会看我对话 对话谁我要说到什么程度 我是小薇 所以她意思就是说 她只想对人说我是小薇 暂时先这样 我自己笑音也好累哦 嗨 我是Ada 对没有宝 目前还在寻觅扶枢 OK OK 我们有这个节目发想 其实是因为我跟小薇 我们一起 就是取得了这个优势教练的证兆 然后所以很开心 今天要来跟大家从优势的角度 切入来谈一些东西 我是雅薇 然后我也未婚 电话 电话在这里 热线 热线 那我先这样 好 因为我觉得 我们的节目叫优势好好玩 然后这个东西 这个节目呢 是源自于我们 盖洛普测验 这个优势分析 这个东西呢 其实在我们公司 也使用了一段时间 那因为我们有使用过 然后我们有教练 我觉得我们蛮有东西 可以跟大家聊一聊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我自己觉得啦 有别于世上的一些 别的测验 其实现在社会上 有蛮多测验的 就是我有做过的 就有九行人格 MBTI DISC DISC 然后小时候有做过什么 血型 然后还有就是 星座 对对对 星座 还有什么 比较常见的 大家都知道 那做了这么多之后 我觉得 为什么我们还 那么热衷热爱 使用这个 盖洛普测验 优势分析这个东西 是因为 我觉得这个东西 帮助我们人生 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 是可以有一个解套 它的这个数据分析 它的背景 其实有很多的data 我觉得老师们 可以来介绍一下 我想先 回应一下 因为其实我们 之前在讨论的时候 就有讲过嘛 之前我最大的一个疑问就是 那难道人 只能分这几种吗 就是你不管再分多好了 就是你刚刚讲的MBTI 好像16个嘛 还是 那我记得还有另外一个 好像是反正可以分到32 可是就是不管再多 我都会觉得 蛤 那难道人只能分这几种吗 那不是会有一种 很奇怪的感觉 因为人明明这么多不同 那个时候我就有去问 那可能比方说像disc 他也会告诉你说 哦没有没有 你一定是有多少的d 多少的i 多少的s 就是不同的成分 然后只是偏向哪一个 不管他再怎么的 可能有不同性 但他没有一个文字 可以告诉我 那不同在哪 那我觉得这就是盖洛普 我自己个人啦 我也非常的喜欢这套工具的一个原因 就是他的个别化分析会 很明确的告诉你 因为我们有好几个人 我们可能都有体谅嘛 或者是都有某一个优势 然后可是因为我们 其他的33项排序不同 所以他会带出来完全不同的结果 我是真的有去看过别人 比方说我的第一是体谅 我有碰过第一也是体谅的人 可是他的结果就跟我写的 好像完全两个不同的优势 或是天赋才感 我自己的经验比较是 在很多这种测验 或是分析里面 我觉得他最终好像就是 告诉你一个结论之后就据点 就是我就是对号入座 OK我就是B型人 机车 或者是 我就是什么座 你说水星 B是机车吗 就是毛很多啊 然后很多 不是A吗 好像是B 对啊 毛很多 而且很搞这种对 然后我可能是什么新做人 所以很喜欢嫉妒啊 或者说很好胜啊这种 然后那我就是这样 然后别人也用这样子来看我 据点这样 那可是在优势测验盖路浦这个里面 他好像告诉你说你的 比如说前五或是前十的优势之后 他会告诉你说 在面对各种不同的情况的时候 你可以如何组合拆解强化 或是调小 或者是做一些什么样的分配 或是跟不同的人 有一个什么样的组合 那你就面对不同的挑战 或是不同的状况的时候 会比较晓得我如何变化 所以它最终不是一个定型的结果 就是OK 你就是什么 INFJ 或是你就是一个什么什么 这样结束据点 我觉得在这个测验里面会比较是 它会继续延伸很多人生不同的可能 然后赋予你一个能力是 让你知道说神创造你的你是很独特 而且是很有能力的 然后是有鼠天的智慧 可以去应变很多不同的情况 然后神已经把这个能力放在你里面 是你可以去发挥出来的 但是因为我从小到大不敢做什么测验 像我九行人格也是八行 反正就是那种革命家 那种世界上最机车的人 就是属于我的一场八行的 但是就是有一个卡点就是 例如说我跟我老公 就是有一些争执的时候 我知道我是EMTJ 他告诉我说你就是一个很难共感的人 那但然后怎么办 我得共感我老婆 就据念 婚姻就破裂了 所以我就觉得他 嗯 也可能是我没有研究的很透彻 或是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 也也是那种教练式的 也有付费的这种 他也是大数据 那个版本 我们接触的这个优势 就有这个解套方式 就是这个东西是可以练习的 而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到 就是当你知道 你预知我 就是感受到说 你知道别人的优势的时候 你先认识了自己优势 然后你知道别人的优势的时候 然后你会有一种 哇 哇原来我们之间有一些互动 有时候可能有一些张力 或是我们原来那么合得来 或是原来我们那么有默契 是因为我们的某一些特质是很相像的 然后找得到原因 然后找得到线索 然后也可以发现 如果我们要继续发展 可以从哪一个地方开始 我觉得它是很明确的 不是一种很模糊的概念 但是你刚刚讲 哇很惊讶这个 我觉得那是因为你有个别在你前面 哦是这样吗 我会听到你讲说 这是别人跟我很不一样 我认识他的时候 我心里没有哇哦的感觉 然后就说 哦是这样 然后就因为有个别在前面的 他就是对这种东西就可能 就觉得很精彩 说哇原来是这样的人 但我听完就没有 没有哇哦的感觉 就是因为 它就是一个数据 我们这 好是不是你的那个 哪个战略 或者是你的开始 就想说 那你会去想 我接下来怎么跟一个 可能跟我很不一样的人相处吗 你有这个部分吗 看他重不重要 哦 战略的部分 看看他排序在地底 或是交往的部分 对交往 对你真的很重要的人 就比方说你刚刚就说 跟老公必须要共感他 不然婚姻怎么继续 都是我之前就有跟他们聊说 我去一个公司 然后我第一件事情是 就观察这个公司之后 我就发现我最重要 需要了解的是 我的主管是什么样的人 我就花一个礼拜观察他 嗯 不是很重要 不急不急 不急不急 可以两年都不后期 我的天啊 到底有没有这个同事存在 可能真的不记得 对啊 然后我想讲一个很好笑的 就是小时候我在做那个 我跟我姐有迷那个血型 我觉得那个是 大概二十 二十年前哦 就是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 对 我就我妈说 我是什么血型 我妈说O吧 然后我就去看那个O 然后我就看一下O 我觉得 对耶 我应该是O 对对 我就是一个很外向的人 对对对 我就是一个很活泼的人 然后反正在我三年前 怀孕的时候 医生撤说 欸小姐你是A 超扯 超扯的 因为A是很内向的 哦 对 然后但是就 欸 我把它当成一个暗示 我也可以活成像那样的人 因为小时候我可能是一个白子嘛 嗯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笑话 就是回应刚刚的那个经验 对 就是你以为你是那个 但其实你不是 对 你其实out of那个 你beyond那个 也没有人跟我相处吗 你可以猜出我是什么星座啊 就是没有猜中过 对 那所以什么星座 赤子 哦 我通常也是 你以为我爱面子吗 赤子座爱面子啊 我没有研究星座 很爱面子 而且赤子座 我觉得我没有 反正我觉得我不是 可是有这种经验 然后那以前就是 我常常也是那种嘛 来 那你猜我是什么星座 因为我就是很享受那种 大家都猜不到 然后可是 可是等到后面 他们就说 啊真的耶 不像耶 然后就说 啊那应该是因为你的上升 在哪里啊 应该是因为你的月亮什么 就都会有一些解释 那我就会觉得 哇 那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 那可是现在我们就是有一套 很科学的工具 是 我记得你那时候 测验结果刚才到 我真的印象很深刻 你就说 哇 这个测验比我老公还了解 就是我本人耶 就是因为他 因为我是做了34嘛 然后一开始 当然还有两种测验的那个level 一个是只开前五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可以34全开嘛 那那时候我是 你知道就是从一个CP值的角度 去决定我要全开34 因为分两阶段其实比较贵 所以我就一次全开了 然后我看完之后 每一样我都细细的看完之后 就觉得说 哇 每一个说的都是我本人耶 这样 那可能就很多人会问说 那谁这么多测验 到底要选哪一个用 就是到底哪一个比较适合 我这个阶段 或是我在这个timing 应该要使用 我前阵子遇到一个 非常非常资深的优势教练 然后我就有问他这个问题 因为刚刚我们有提到 MBTI DISC 或是这个盖洛普的 我就有问他说 在你这么多企业教练 或者是个人教练的过程里面 你怎么去看这些 不同的测验的功能 然后我很喜欢他给我的回答 我也觉得很精辟 他是说 DISC或是九行人格 他可能比较适合的就是 你还没有开始有实作经验 你可能是一个社会新鲜人 就是你不太知道 社会的现实面 或是职场的不同的领域 有哪些不同的 职场的黑啊 对 也有很多产业别嘛 对 或者很多职位的角色不同嘛 比如说做行政的 跟做工程师 就是完全不同的脑袋 那他说 例如在做这些DISC 或是九行人格的测验的时候 他大概会让你知道说 我大概适合哪一种类型的工作 或是我大概适合 哪一种工作环境的状态 这样 那可是如果当你今天 已经是在职场 或是你已经在一个环境里面 有点久 然后你想要寻求一个突破 或是你想要找转型 或是你要找到 你真正应该专注做的事情 可能盖洛普还会帮助你有 更明确的一个蓝图 知道说 我现在在什么状态里 什么东西是我现在 实际很常在用的优势 那接下来如果我要做一个 什么变化 什么样的转换 我可能要多一点 拿什么优势出来用 或是什么优势 我可能要收后面一点 或是我要怎么样调配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正是在 寻找你的人生的一些 正在一个转角吗 或者是你正在 对自己的未来有点迷惘 或是你人际关系 有点迷惘 或是你的工作上面 遇到一些瓶颈 或是你是领导者 你是领袖 你是中高阶主管的话 我觉得在这个 盖洛普的测验里面 你可能也会找到很多 关于你个人领导风格的出路 然后你带领团队的方式 都有一些的建议 再老师我想问 就是 像我是六七年前测的 然后我昨天 就有在想说 如果我重测 我的排序会不会有可能变 我从一个个人的经验 来跟你分享 他有重测过 这个其实这个是一个 我们每一次开课 或者是我们每一次 聊到这个东西 大家一定都会问的问题 而且大家都很好奇 然后那这个问题呢 其实就 我觉得先退回来问 就是那为什么想要重测 然后可能像你刚刚就是好奇说 会不会排序有不同 第一个 我为什么刚刚说个人经验 因为我们去报这个教练班的时候 其实他就是有 包在这个课程的里面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 我不知道这是哪一个 对 可能就是真的 我是一个不用白不用 然后我也会觉得说 哇 我上一次做已经是 10年 10年前了 制造10年前 是积极吗 反正是试看嘛 对对对 然后跟 我也会觉得说 哇 我们 我就说嘛 每一次大家都想问这个问题 然后那我们过去 也是询问了 我们当时的教练 然后告诉我们的答案是 一个人 大概不会有一个 太剧烈幅度的调整改变 除非他可能你说 可能原本八九 你现在因为多用了 我更熟悉这个东西 他可能往前提一点点 大概就是这样子 但他不可能落到34 不至于对 不至于到你的前面 跑到34 或者你34 突然跳到前面 不会 好那我就去做啦 确实哦 就是唯一一个幅度 比较大的是 我的取悦稍微跑到 比较有到前10里面 然后原本在18 然后他跑到前10 所以这算是一个 比较大幅度的差别嘛 可是我告诉你 因为我觉得 我第二次做的时候 我很难公正 我其实没有办法说 我没有操弄这个结果 因为我看到这个描述的时候 我大概都会知道 他是什么 他在问什么 他在问什么 所以其实你很难 在你重做的时候 你是公 就是所谓公正 一张白纸的时候 对 一张白纸 是啊 然后跟 那有些人可能只是 他就会讲说 我当时做的时候 那只能问你在做的时候 你是不是照着 你最本能的直觉在回应 这只有这个会影响这个结果 所以做测验的时候 因为他题目超多 建议大家 如果你有兴趣 你要测的时候 你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然后把你手机开飞航 不要被打扰 对 然后也不要放什么音乐 不要放emode的音乐 或者是你也不要放个太hyper的音乐 反正就是 安静自己 然后好好诚实面对 那没一个问题 因为毕竟那也很贵 真的 没有 但是我觉得 思思如果你问说 假如你做这个测验室 假如在五六年前 好了 我觉得其实可能会 变化是一定会有的 因为他会跟我们人生 我们会经历一些 重大的改变有关 比如说这五年生了小孩 我觉得这个生小孩 你知道养育孩子的部分 是非常挑战战略这个部分 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 第一名 对 因为你没有办法求快 你没有办法控制 就是控制他 或是你没有办法要求 就是把人当做事情一样来处理 所以就变成在很多 跟他互动的过程里面 你会有很多的空间出来 或是你对很多事情的信念 也会有所不同 你所相信的东西也会有所不同 你对生命的轨迹 跟他长成的样式 以前可能觉得就是 应该要照这么个SOP 但现在你发现一个 小生命诞生的时候 这没有办法 SOP 你只能给他一个安全范围 然后在这安全范围 不要超过 就随便你了 有吃有喝有睡 有拉 可以了 有拉 有呼吸就好了 对 所以他可能会 因为人生经历一些重大的事件 你的优势的 在那个当下的排序 会有一些的改变 但总体来说 总体来说 假设说像Ada好了 他之前第一次做的时候 他刚做完的时候 他也是 你是很不喜欢你的结果的 因为你就觉得 我就是一个 不喜欢的原因是吗 不喜欢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前五 全部都是关系建立嘛 他觉得自己是没用的人 可是我觉得 没有啦 不是不是没用的人 可是我会觉得 关系建立常常是我的 那种我很痛苦的来源 就是或者是说 我很在意这件事情 但我不觉得 我有把它做好 然后可是 当我这样讲的时候 旁边也会觉得 有吗 对 不会啊 然后可是 可是我当时 就是我觉得我对关系建立 也有一些的错误认识嘛 就是我可能 我当时对于关系建立 我的理解他是social 就是是一个很social的人 很爱去 就是跟人家这样互动 但其实那个并不是 在这个范畴里面 所以是我的误解 让我去 没有那么的喜欢 可是后来当我就是 一一发现到说 其实他们真的是我的时候 我是还蛮爱的 所以我那个时候 后来做完这个测验领 就是我说第二次重做了嘛 然后我就会有一种 这是谁啊 我反而不认识 我比较认识的是 我现在的这个结果 但总归来说 他还是一个比较 人际关系导向 就是蓝色的那个比例 都是比较 而且我要补充 就是我30 就29倒数五项 是没有什么改变 基本上没有变 所以就是不擅长 真的就是不擅长 其实就是 你会有没有真的耶 对 没有神圣也是 一直都没有 因为你回去用 但这也是一个 很好的那个啊 就是我们之后 在节目里面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 就怎么样在你尾端 吊车尾的那些优势 你要怎么管理它 怎么跟它互动 对啊 或你要怎么看待它 好不想用啊 对啊 对 很痛苦啊 我的那个 我的那个第一个凡学生 好不想用 我只要有前面就好了啦 就是你知道 就这样吧 这有时候也是会吃别 所以还是要学一下 我想问雅薇 就是你 我们刚刚都有分享 我们做篮测验的 那个第一时间的感受 他是哇哦 对 但你呢 你是 我的话 其实我看到的时候 有一点点小惊讶 就是有不意外的 有完全觉得 诶 这就是我啊 就是长这样 但也有 可能因为我不太理解 它里面一些项目 比如说像理念 直观看之后 我就不太知道 他在讲什么 对理念 对 我现在还是不知道 他在讲什么 老师可以讲一下 其实在每一个人的报告 你们去做了三十四项之后 如果你的那个 前十 有理念 就是他会 他会highlight前面十个优势 然后给你很具体的描述 所以在理念里面 他所说的就是 理念的这个才干主题 突出的人 会痴迷于各种奇思妙想 就是他会对很多事情 有很多wonder 就是他会想说 类似是怎么样 是因为那样吗 是因为这样吗 这样 然后他说 他们能够从 看似毫无关联的现象中 找到彼此之间的关联 雅薇你的理念在第几 三 我第一 哇 但是我是真的从小到大 我就很爱想一些很奇怪的 像我就会想说 以前的女生 就是MC来的时候 那当兵或者是军人 也有女生嘛 他如果他去打仗 因为我们每次看那个电影的时候 就是那个 你像木兰吗 对 就是他们 他怎么办 怎么办 然后我找不到资讯 就因为电影就有很多那种女杀手啊 或什么 然后就可以在那个荒野战地 然后突然就是被人家追杀 然后他从那个房间跳起来 然后就可以这样子到各地 然后再躲起来 然后什么的 然后说他MC来怎么办 然后就会想这件事情 他也不可以去超商啊 然后他就会被那个监视器拍到 然后就用树叶啊 好 我们这个整个讨论已经 Ideation 不知道带到哪里去 所以我们要从这个房子 都可以随便 这是一个好问题 那个啦 理念 理念因为刚刚有讲到 就是可能很多的 我们说鬼点子嘛 或者说就是有很多的想法 因为像我也很常会 这个跟这个在一起 就是又会有一点点加成效应 像我觉得可能是你的收集 再加上你的理念的时候 你真的是会有一种 我真的是很想要知道 很多很多奇奇怪怪 我想说因为这要被我妈骂 可是像理念很前面人 我的理念在第九 大家可能要做一个brainstorm 要讨论说 我们可以来做一个什么 什么什么节目吗 或者是可以来做一个 什么专案的时候 可能就碰 脑袋就会一口气 蹦出20个点子 或者是30个点子的这种 通常这种时候就是很需要 为什么刚刚说 盖洛普的声音 他讲说是推起吉人嘛 当一个人是一个 炸裂式的Ideation 爆炸的时候 他就很需要旁边有一个人 他可能是 修炼一下 对 可以帮忙收炼 或是帮忙把它排序出来 或是根据现在的情势 给一个分析说 OK 现在应该是 把什么东西放在前面 什么东西放在后面 什么可行 什么不可行 因为我们现在人力 什么可以做可以 什么不能做 如果自己本身Ideation很强 理念很强 但他本身前面十个 没有自带这种 归纳整理的优势的话 他就会很需要 在团队里面去寻找到 有没有谁可以来帮助他 所以我觉得 也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 对 好 这个这一集呢 我们就差不多要来慢慢的结尾了 然后应该也没有什么 补充想要聊的了吧 好长哦 好奇怪 前尾 对 但是 我觉得就是第一集来介绍 这个优势分析 这个测验 盖禄浦这个测验 我觉得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真的可以花钱 花时间 好好的给自己一个时间 安静下来 然后做这个测验 我特别要讲一下就是 因为盖禄浦的优势测验其实是 他们是有官方认证的 那坊间其实是有一些 收费比较不同的价位 或者甚至是免费的测验 所以在这边还是要 身为一个优势的教练 还是必须要讲 就是一个测验的本身 他是不是有公正性 或是他是不是官方的东西 其实还蛮重要的 因为我们不会有人想要 错看自己的优势 或是错误解读 所以大家都可以上这个盖禄 就是搜寻盖禄的优势测验 然后就可以上网去找到 他们官方的这个测验的 这个识别器的这个系统 所以还是鼓励大家可以尽可能 如果财力可以的话 也觉得也可以投资来认识自己的话 就是可以前往这样子的资源 他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名字 以前我们叫优势识别器 不过他现在的正式官方名称 就是盖洛普克里夫顿优势 盖洛普克里夫顿优势 来面一面 盖洛普克里夫顿优势 会有吧 这样子 好那 我们下次就要聊一些别的话题了 那今天来介绍这个盖洛普克里夫顿优势 这边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那如果你有测过的话 你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在这一集下面留言 希望老师都就是 可以详细的帮你解答 其实在留言 你们可以问你们的问题 那如果你真的很希望两位老师 给你一些就是 你想上课啊 或是什么的 我们有开 嗯 对 ID课程 嗯 在天国文化装备课程里面 有一个系列是ID走入命定 那在这个课里面 走入你生命的命定 对 所以我们预计会有这样子的课程 所以也请大家敬请期待咯 好 拜拜 下期见 拜拜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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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